好 各位同学 来到我们的第三课 今次我们会再进一步将一个音节拆小一点 一个音节再拆成个别的读音 我们由上一课学的课题开始讲起 上一课我们将一个音节拆开了两个部分 就是它的音节和它的语音 大概译造中文或者广东话的话 就是我们的声母和韵母 上一课我们用了两个例子 例如这个Bus和另外一个字 就是大家以前中学时常用的软件Zoom 我们将它拆开了两个部分 即是它的音节和Rhyme 即是用了Bus这个字去拆开的话 即是这个部分就是Onset 另外这个部分就是Rhyme 即是有个B的Sound 和Ax的音 即是在这里去拆开 我们就可以用一点来代表分解 我们可以用来代表分解 另外这个软件Zoom 这个软件我们当然可以拆开 做它的音节和Rhyme 即是这个部分 这个Z这个音 和另外一个部分 Oom这个部分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用一点 去把它分割开 可以用来的 好了 那我们就继续将这两个词语 就将它再拆细V 那就将它拆细做它们个别的读音 那我们当然就是由这个Bus这个字开始 有时候英文那些词语 就是这么巧 就是有一个英文字母 就是代表一个读音 那这个Bus这个字 那我们看到呢 我们就有三个英文字母在这里 那么巧都是代表三个读音 就是有这个Bus 还有这个三个音的 好了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点去分割开它们的话 那我们就只要把一点在这个位置 那就是把它分开了 好了 但是有一些时候呢 英文那个串法 和它的读音 就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的 那就是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对应 那譬如大家看看右手边这只字 有Zoom这只字 你看到呢 其实我们要拆细它的话 其实是有三个读音在里面的 有这个Z这个音 有这个长的响音 这个音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鼻音 那你见到呢 那这个就是英文的学习 英文的其中一个难处 那因为呢 你见到这里 我们有两个英文字母 是去代表一个响音的 好了 那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的话 那三个音呢 那我们那一点呢 就是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有三个音 有这个Z这个音 有 有 还有 还有 这三个音 好了 那我们就再看多几个例子 你看到上面那一列呢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是一个 正巧的那种情况 就是一个英文字母 就是代表一个 一个 音的 那下面那一排呢 就不同的 那我们看一看 那第一只字呢 就是ham 那这只字呢 那么一个英文字母呢 就代表一个音 那所以我们呢 就可以很快把它拆开了 这两个部分的 那我读出来呢 就是呢 这个部分就是am 那然后整个字语 读起来就是ham 这样读一下 然后旁边的那只字 那么 柠檬这只字呢 大家都相当之熟悉 那那 这里呢 当然都是呢 就有五个英文字母呢 那他们就是 代表了五个读音的 那这里 我们一拆开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读做lem lem 那这样 那 那拆在后面那个部分的话呢 那整个字语呢 就是lemon 这样读一下 lemon 到最后这只字语了 那就是nut 那它呢 就有四个读音在里 你看到有四个英文字母在里 那我们一拆开它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了 那怎么读它呢 那我们先试一试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地方就是巧妙少少的 就是这个ts 那如果是ts一起读呢 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音的 那就是说呢 我们加上前面的响音一起读的话 那我们就是nut 应该是at 不好意思 是at 这样读的了 好了 那大家可能会想 糟了 那跟那个没有s 那有什么分别呢 那这样呢 那我们就试试读一读它 没有s的话呢 那只是这个部分呢 就是at 这样 那如果有s的话呢 就是at 那再试一次了 at 这样 那分别就是这样的了 那当然再继续前面那个 n这个鼻音的话呢 那就是nots nots nots 到下面那一列 那那个情况就有少少不同了 那因为呢 今次有些时候呢 那些响音呢 是两个英文字母呢 去代表一个响音的 那第一个英文字母呢 第一个英文字母呢 英文的词语呢 就是这一只呢 cream 那这里只是有四个读音而已 那虽然里面有五个英文的词语呢 那把它拆开的话呢 就会是这样去拆开的 你看到呢 E 和A 就是代表一个响音的e 那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把它读出来的话呢 这个部分就是im im 在前面就是rim 加上c 在前面就是cream 那样的 旁边的词语呢 那这个呢 都是有两个英文字母呢 是代表一个响音的 那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呢 就是r 这样的 那把它拆开做四个部分 一二三四五个部分的话呢 那就是这样去拆开的啦 那我们读一读它啦 这个就是out out 然后呢 round proud 还有最后了 砌完整个字一起呢 sprout sprout 这样读啦 到最后了 那这只字呢 其实呢 跟刚才那只zoom的字呢 就相当之似啦 那今次呢 有四个英文字母啦 那但是呢 有两个英文字母呢 是代表一个响音的 那我们拆开它的话呢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这样拆开的啦 那读它出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部分就是oom oom 那将它整个字一起读的话 就是room 啦